7月21号至23号 习近平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 自治区政府主席齐扎拉陪同下 先后来到林芝、拉萨等地 深入农村、城市公园、铁路枢纽、宗教场所、文化街区等 探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21号上午11时许 习近平乘坐飞机抵达林芝、米林机场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手举花束、在歌在歌 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的到台 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热烈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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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习近平乘车来到泥洋河大桥 听取雅鲁藏布江及泥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情况 习近平指出 亚鲁藏河河流域江的水汽啊难得的一块玉地玉肺 另一方面它的生态啊还是很脆弱 所以我们保护和利用以保护为主 习近平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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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距 他强调 要坚持保护優先 坚持山水林田 胡草沙冰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统筹水资源合力开发利用和保护 守护好这里的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当天下午 习近平来到林芝市城市规划馆 了解林芝城市建设历程及发展规划 习近平表示 生活在高原上的各族群众 长期以来同大自然相互依存 形成了同高原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要突出地域特点 引导激发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可持续发展理念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应约束 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 合理确定城市人口规模 科学配套规划建设基础设施 加强森林防火设施建设 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 明镜需要您的报道 保留性投入 承荣 探设计 五 mex 羊